大家好,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上一段影片就說了一下在沙面的盧德聖武堂 那時就說找個合適的時間 和你們詳細說一下沙面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合適的時間就已經到了 所以今天的內容就是關於沙面的 沙面其實已經被很多人都說到難了 那其實有沒有必要去說呢? 也有的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人都對這裡有不同的形式 每一個年齡的人都對這裡有不同的印象 而且這個地方在古代到近代再到現代都承載了很多東西 可以在這裡看到廣州這個城市的變化 是挺值得去詳細說一下的 所以你們會看到這次的這段影片 其實也有差不多一個長度 我都在這裡肯求你們幫忙 點一下讚或者發表評論 鼓勵一下,反正又不用錢的 也就是有個適合的 沙面 通常人們對這裡的印象就是這裡有很多西式建築 很漂亮,很整齊,很舒服 這裡確實有很多西式的建築 廣州最多在這裏 還有一個露天的歐陸博物館 不過這裏在鴉片戰爭之前就被鬼佬上了 在1861年9月3日之後 就徹底變成了英國和法國的租界 由那時開始 那些西洋人就陸續來到小島上生活 然後他們就按照之前在歐洲的生活習慣 開始改造這裏 畢竟這裏就是租界 他們想怎樣就怎樣 這個小島就由那時開始改頭換面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大堆建築 基本上就是那時建的 什麼是浪漫主義 古典主義 巴洛克風格 這些樣式的建築 都陸陸陸陸在這裏出現 當然還有很多種的 我都是講一些比較常見 我大概知道是怎樣的 加上這裏的建築 我們都叫他們做歷史建築 但其實在那個時代 是很現代化的一種建築 至少對於中國來說是這樣的 這個島上先進的規劃報局 和來自地球另一端的工藝 都跟大地上的東西很不一樣 你們要知道六二三路的另一邊 就是十三行 不要說現在舊得來有點殘 在200多年前 那裏是中國最有錢的地方 也是最市井的地方 兩種文化的衝突 在這裏建築上面 就變得臨力盡止 所以當時沙面島 就只有兩座橋連著 英法租界那一條 這條橋是沙面最早的橋 叫做英國橋 在加下文化公園地鐵站 D出口過了天橋 前面就會看到 這條橋是連接著兩個世界 又或者叫做隔絕了兩個世界 因為在那個年代 這裏是沒有洞著 華人與狗不得來眾議的牌 但其實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華人是基本上不給沙面 因為沙面那時不是中國的地方 在輸了鴉片戰爭到廣州輪騰之前 這段時間裏 沙面基本上就是外國的地方 這裏有很多的洋行 銀行 住宅 教堂 和領事館 首先要說一下領事館 因為這畢竟是代表一個國家 在未有珠光申城之前 廣州很多的外國領事館 都是在沙面上的 當然設館的基本上都是歐美國家 以前這裏真的有很多領事館 你繞一圈就知道了 美國也有兩間領事館 第一間是廣藥的隔離 這間是1949年 後來1990年代 美國領事館又搬回到這裏 地址是白天鑼 之後就搬到珠光申城 2013年美國領事館搬過去之後 這裏就只有波蘭領事館 還在這裏 那些領事館搬過去之後 之前領事館那座大樓就 雕空了 有些就活化了 不過貌似雕空的比例 是佔大多數 在沙面島上 除了領事館之外 多數建築基本上都是活化了 改造成其他類型的建築 基本上是展覽館 精品店 酒吧 咖啡店之類 還有其實也有不少民居在裏面 民居就很容易認出來 生活氣息比較濃烈 還有那些民居 有些是租出去 讓外地人在裏面 有些是當地人 會繼續在裏面 但是要注意打卡 不要打擾到人 這間聖巴哈 就是屬於最多人來打卡 首先它的顏色又漂亮 蠻好拍照的 加上對比其他地方 在沙面裏面 它的消費是相對便宜的 因為在內地的聖巴哈 除了上去幾間 所有地方都一樣 還有它也是屬於 比較早改造的一間 因為其實這裏的很多建築 都是近幾年才給社會資金 我印象中就是這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機會進去 因為以前這裏很多建築都不開的 都關閉了大門 都是這一兩年 多了很多店 特別是那些咖啡店 進去買杯飲品 就順便可以進去找一找 可以見識一下當年的建築 裝修風格和布局是怎樣 而且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都挺有氣氛 因為這裏環境實就太好了 沙面島上 其實還有不少政府機構 例如廣東省海關 廣東省海設辦 廣藥集團等等 都在這裏 其中廣藥有幾棟樓 在這裏 現在的這座 就是屈神市的祖屋 在1828年的時候 英國的傳教士 就在沙面這裡 建了一間廣東大藥房 這就是那時的藥房大樓 然後慢慢地 把業務和總部搬到香港 在1871年的時候 正式改名為屈神市 所以這座樓 又是屈神市的祖屋 或是祖舖 在這裏 差不多每一座建築 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近代的進程 很多你熟悉的公司和機構都在這裏 可以看到他們的足跡 其中這個沙孫 就是沙信 實信 香港叫沙孫 內地叫沙信 就是在上海和平凡店的家族 都是當時買阿比馬最厲害的家族 他們在沙面有兩棟大樓 一身一舊 至於太古就不需要怎樣介紹 到今時今日都是很有名的 而且以前對面是13巷 所以銀行就不少得 匯豐、渣打等銀行的舊子都在這裏 這棟東西 就是星巴克旁的一棟 就是以前匯豐銀行的舊子 現在是免費的 去排隊就可以了 也有不少人去照顧熱鬧 還有這棟東西 我沒有記錯 其實就是今年才開的 在沙面探索中國近代史的足跡很容易 畢竟建築就這樣動著在這裏 但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故事 就有點難 你可能會說 他們不是有一個牌子嗎 但其實 如果你認真一點看 會發現有一個牌子 就不如不要弄 因為牌子的字 是陰黑的 就是陰黑了 而且牌子 基本上到家下 做了十幾二十年 風吹雨打的字 很難看得清的 最划算的是 每一棟東西的牌子 都不一樣 有D 其實不是有D 很多都要彎下腰才能看得到 而且基本上沒有介紹 你想去了解那些動物的歷史 就只靠谷歌或百刀 自己去查 上面就有一個二位碼 叫你掃一掃就可以看到這動物的介紹 但我覺得正常人 不會有人掃的 所以有時候這裏 再多的歷史建築都沒什麼用 因為很多人 是不了解到這動物的歷史意義 這一點上海就不錯 因為上海所有的歷史建築都掛牌 掛牌子很聰明 白底黑字 中英文的介紹 這些介紹都很詳細 讓人一眼就看得一清而楚 而且一個位置都放得很好 放在顯眼位置 你不用到處去找那個介紹的牌 至於廣州的食物 看你的牌子是新好舊好 沙面對面整個泥灣核心範圍 德恩寧路那邊的牌子 是放得比較好 其餘好像和平路那一堆歷史建築的牌子 都是有位置放的 通常 腳底那裡有位置 那些牌子都會放在那裡 沙面這裡就有很多文物 但是基本上所有都是西洋人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是中國人的呢? 有 而且是很特別 在沙面網球場後面 就是當時沙面炮台所在地 這裡就有兩顆清代佛山整的廣州聖皇炮 就是當年老祖宗寶家衛國的遺物 雖然當時也輸了 這兩顆東西都沉在珠江那裡 但是後來也被罵起來 放在原賣的位置 那裡 警醒後人就不能再輸一次 近代史被廣東乃至全中國 帶來了很多影響 衰的有好的都有 但是近代史就只有兩百年不夠 怎麼都不夠歲月 帶給我們 那歲月帶給了我們什麼呢? 就是沙面 沙面其實不是島來的 是一個沙洲 是珠江那些泥 沖積出來的 在未變成租賈市 這裏叫十翠洲 是以前被漁民平靠的地方 同陸地就隔了一條沙基沖 就是外面那條沖 生態環境有點像嬴州 但是它在市區裏面 整個泥灣最多古樹就在這裏 那些樹的年紀有多大 有多古老 其實就很難看得出 你看那些樹 那些枝幹那裏都有些小葉子 不過沙面就因為那些樹 實在太老了 基本上整棵都是這樣的 還有這裏的樹 真的大到十分誇張 波波都十幾二十米高 遮天閉日 那樣子 最離譜就是那些榕樹 年紀大到那些棵根 都掉下地 一掉下地之後 就整個棵出來 所以在沙面那裏走 其實很舒服一下 養氣充足 而且這裏有很多鳥在家裡 早點過來這裏就會聽到很多鳥在這裏叫 對比廣州市區 這裏真是一個世外桃園 天熱的時候 外面就火辣辣 但是來到沙面 就馬上低了幾度 過天越南 反差越大 但是如果像今個月一樣 經常都是這種想下雨 又下不出 在那裏吐的日子 差不多三十幾度 濕度又很大 來這裏就真的有點辛苦 有點吹吹吹的感覺 沙面這裏的變化 其實就 不是它的環境變得有多好 其實因為這裏的環境一直都算不錯 都不是在這裏的建築有沒有如何修復 因為說真的 這裏的東西 外面不會掉下來就可以了 加上它舊一點 殘一點 都不會像那些現代建築一樣明顯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體現到這裏的變化有多大呢 當然有啦 剛剛就是晚上 有差不多一年多的熟悉廣州的觀眾 應該知道 沙面以前 晚上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正常人會在這裏的 那我 不是指江邊那一部份 我是指很多樹 有一堆建築的這部份 這裏的夜晚 然後真的很安靜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的樹就是太多了 早上過來就說好而已 不太曬 但是晚上就慘了 黑黑黑的 沙面就說 鬼佬建築多 但是晚上 以前這裏真是黑到 好像會有鬼一樣 所以以前真的 很少人晚上過來沙面 除非在這裏住 不過自從弄了幾次之後 加上晚上也有不少人在這裏 遊客也不少 但是打卡的人就少了很多 不像白天一樣 拍照的人都不多 小貓兩三隻 特別 用手機的就更加沒有 相機的就另外一回事了 很多周邊的街坊都會在這裏散步 最多的就是在這裏跑步 因為這裏長 夠大 你跑5K 10K 不用繞這麼多圈 這些東西 是以前不會這樣出現的 甚至有些年輕人 會在這裏玩定向月夜 在這裏玩到江邊 因為是足夠大 有排玩 至於江邊這裏 就是玩比白天更加熱鬧 主要是江邊這裏的遊客比較少 但是為何熱鬧會熱鬧呢 因為這裏 有幾家老牌的餐廳 好像沙酸大的這裏 沒有多年歷史的 和那幾個以前租界花園改的餐廳 都挺好環境 特別是在玄江路那邊過來的這裏 環境最好 這裏是以前法國的花園 以前要在這裏體驗一下歐陸風情 就真的花費不少了 但是加上那些舊月中活花之後 你給幾十元就可以了 甚至你棉皮厚就可以不給的 變得大家都可以起開心一下 至於那間三面堂 就是白天樂對面那間教堂 原來晚上是很漂亮的 比聖母堂漂亮 一頭一尾 一個白天一個夜晚 搞到好像這兩間教堂 就是大頭開啟這個地方 不同時間的不同景色一樣 三面堂的地方 其實對於本地人來說 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只是一個公園而已 不是在附近住的話 不是在裡面吃飯的話 都很難會過來 因為那些所謂建築 看都看都很厭 而且最重的一點就是 老一輩的人 對於這裡就不會太迷戀 對於曾經的租界 不會像上海那樣 有獨特的情環 你看一下 當然有六二三路 兩邊的景觀都知道了 三面對面那裡 由朝到晚都很熱鬧 一堆酒店 食店 市場 人山人海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 沙面慢慢慢慢的都很熱鬧 起碼裡面多了很多店 整個環境都很好了 看著這裡慢慢慢慢的 變得多了 現在很多人來廣州都會走 其實很多旅行團 自由行的那些 很多都會在玄光路 繞進來這裡 繞一圈再去對面陰寧路 這樣可以對廣州的救星有一定的了解 這一邊呢 就是沒有這麼熱鬧的廣州 都是一個比較隨意的廣州 之所以做這一段影片 都是給各位過來玩的時候 提供一個選擇 不一定要在天堂那邊 其實這個城市的舊區 都挺好 雖然它有很多不足 但其實它都不斷變得更不好 好了 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可以點一下讚 未訂閱的就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